哈囉大家好我是一張 上次我們帶大家一起玩了低背景的四種常用攻略 如果還沒有看的朋友可以先去看看喔 那這次呢我們要一起來試試看低背景的進階玩法 雖然說是進階的玩法 但只是比較不熟悉的用法 只要稍微練習一下就可以很快上手囉 第五種玩法是前鏡頭觀察 如果想要快速的觀察就可以用這種方法 好處是可以很直覺的操作想看的東西 然後馬上就可以觀察到想看的細節 像是我們要觀察鉛筆或是原子筆這種硬直立體的東西 就很適合用這種方式觀察 把低背景的鏡頭夾到平板的前鏡頭上 然後打開語言DIM或是相機的前鏡頭 觀察方法可以用敲敲板的方式觀察喔 像是這樣子 拿著筆讓一邊靠著透明環 一邊上下移動找到清楚的觀察點就可以喔 這個方法可以直接看到觀察的東西 跟顯微的畫面同時出現 是不是很有趣呢? 尤其是畫面之間給人的反差感 常常令人驚豔啦 不過這個玩法呢 我非常非常非常推薦大家用Mu Handy App來玩喔 因為App可以讓我們放大螢幕畫面 剛剛在觀察的時候 也是用App的放大功能 讓顯微的畫面更大更清楚喔 第六種是低背景實驗 可以用低背景前蓋上中間圓圓的小凹槽當作實驗的小平台喔 這次呢我們就來實驗看看三本圓和奇拉子加水會發生什麼事情吧 先把一個三本圓和奇拉子放到前蓋的凹槽上 然後滴一點水就可以觀察了 這個模式很記得錄影喔 如果沒有低管的話可以用吸管剪一段 當作低管使用喔 如果有培養米的話可以在培養米上做實驗喔 這樣就可以移動培養米 看到不同地方的畫面囉 平常我們在喝的三本圓或奇拉子遇到水就會開始慢慢的膨脹 長出白白的纖維 所以每次吃三本圓或奇拉子的時候 就特別容易的飽 大家也可以在家裡試試看喔 另外呢我自己也做了海帶牙泡水實驗 看它慢慢的展開 其實莫名的紓壓喔 如果想要觀察昆蟲的話應該怎麼看呢 我們可以用夾鏈袋觀察法 這樣就可以在不傷害牠們的情況下 安心的做觀察了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看生活中最常見的螞蟻吧 把螞蟻放進夾鏈袋中 然後讓夾鏈袋中的螞蟻在滴背鏡頭前 然後對焦的位置就可以觀察昆蟲囉 其實很多很多昆蟲的構造啊 都比我們想像中的還要盡氣喔 如果大家不怕昆蟲的話呢 可以一起來試試看喔 以便大家分享一些 拍攝精彩的畫面 這裡有幾個小技巧 在使用夾鏈袋觀察的時候啊 可以放幾片葉子到夾鏈袋中 讓昆蟲可以攀附在上面 也給牠們一個安心的感覺 比較不會亂跑 而且也可以讓我們手拿葉子做觀察 方便很多喔 第八種是浮游生物觀察 因為有錢蓋上的凹槽 所以想要觀察浮游生物就非常簡單囉 這次我們用蜂蓮蝦當做示範 先把蜂蓮蝦遞在凹槽上 就可以錄影觀察囉 當然也可以搭配之前學到的貼紙樣觀察 把它做成前蓋樣 然後用後鏡頭的方式觀察 就可以自由移動看想看的地方了 風年夏游泳的樣子 像是在水雨的天使 非常可愛 最後一種方法是用雙手穩定 遇到不能馬上採集做成樣品的東西 或是只想要簡單觀察的話 就可以用這種方法 這個方法重點在手的穩定度 跟對焦的精準度 只要手夠穩定 然後找到對焦點 一樣可以拍出有趣的顯微畫面囉 這個方法可以說是最難或是最簡單的 這種觀察方法也很適合觀察一些 懸浮或是在半空中的東西喔 像是樹上的花朵或是小昆蟲之類的 低背景的進階攻略並不難 只是大家平常不知道可以這樣玩 所以只要掌握一些小技巧 就可以輕鬆學會囉 不過學會攻略3的技巧 大約可以看六七層的東西 那如果學攻略4之後呢 大部分的東西都可以看囉 所以遇到不知道怎麼觀察 不知道怎麼看的東西 來看低背景的攻略技巧就沒錯囉 攻略1跟2是高背景的玩法 攻略3跟4是低背景的玩法 之後也會有攻略5 和大家一起用Duel的方法 來玩高低背景喔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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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2 3 2 4 5 2 5